一分半 一分半的介紹 喔 太長是不是 不是啊 哈哈哈哈 怎麼會太長的一點 都想說太長 全部加到頂天眼才30秒 嗯 好 我知道 歡迎光臨 菲姐湯片湯 今天呢 邀請到非常可愛的 Miu朱莉晶 嗨 大家好 我是Miu朱莉晶 因為她呢 發行了她的新專輯 那我覺得這張專輯 超漂亮的 看看蜂蜜 來日方長 名字也非常的美 對 這次用自己很喜歡的顏色 喔 這是妳喜歡的顏色 對 我最近開始 懂得欣賞綠色還有植物 所以妳之前不喜歡綠色嗎 欸 以前比較沒有那麼 覺得那麼欣賞 以前沒什麼感覺 也不到討厭 但是就是 最近好像越來越覺得喜歡綠色 那妳會喜歡那些 花花草草新長出來 那一個很嫩的綠色 對 很棒 哇 好棒喔 好嫩喔 因為豬 因為最近呢 她就是種 在家裡種了很多一些花花草草 像是什麼 咪爹香啊 對啊 甜菊啊 還有 還有些什麼 舊稱塔 還有 舊稱塔 開始 越講到辣椒 沒有啦 還沒有種到菜啦 但是最近還蠻喜歡 然後也 接觸到那個豬 豬井 還有記者會那個 小玲老師送我豬椒 對 豬 豬是姊妹花 我真的有帶我家種喔 啊 她活得 現在還活得很好 所以妳每一個都活得很好 還不錯啦 欸 很厲害 對啊 也是會有死掉的 不好 剛剛好就是去年有這樣子的 比較多 可以在家裡的居家生活 這樣子的習慣 所以就開始在家裡有一些 新的同伴的出現 我覺得這樣很棒 而且這樣子看他們長大了 自己心情也更好 對 很有成就感了 對 而且還可以泡自己的 種的草來喝 對 花草茶 很棒耶 好的 那講了這麼多 其實只是因為這個是 綠色 哈哈哈哈 對 這是 奶綠包場專輯 因為剛好是在 在家裡 待很長一段時間 剛好是在籌備 在錄製這個專輯 在籌備這個專輯 所以 就是 也把很多自己 生活裡面的心情 放在專輯裡面 喔 所以裡面在聽歌的時候 會聽到 MU在種花草的心聲 裡面第一首歌就有提到 那個玫瑰跟茉莉之類的 啊 聽起來 感覺也是一個很 很棒 很療癒的一張專輯 而且講到花草 我們還有這個 這是有那個 sabon 這個是要給你的 小禮物 哇 然後工讀生下來 賄賂店長 哈哈哈 應該要的 應該要的 希望念店長棒 我們說 耶 馬上就不問問題 這裡面也是 很棒耶 就是花草植物的 很棒耶 這個的味道是你自己家裡的味道嗎 這個我有用 唉唷 所以用完就跟MU一樣漂亮囉 大家敬請期待 哈哈哈 加油喔 好的 專輯製作那麼辛苦 那我們介紹就一分鐘 我覺得好像有點太壞了 對可惡 所以呢 我們就進行個加馬蹄 好 讓你可以加30秒 自己都心虛 有 有 要答對喔 有 沒那些嘛 沒那些嘛 對對對 記事 開始 請問來日方常是MU的第幾張專輯 第三張 請列警 舉出這次的重量級製作人兩位就好 馬月翻黃玉玲 沒錯 請問當我想念妳的詞曲創作人是 朱立靖 請問專輯中第五首歌曲是 今天我想來臉 請問不完美的完美MV 飾演劈腿人夫的是 陳如山 請問MU來日方常專輯音樂會的日期是 2月21號下午2點21分 在華山的那個草皮上 很好 在時間內全部答對 而且非常的詳細 哇 很長餒 欸其實我突然 我那時候在查資料的時候 我有一個發現 什麼 我覺得來日方常的英文專輯名稱很棒 你有發現嗎 有 因為有一首歌也叫來日方常 對 但是他們出現在專輯的封面 跟它只是一首歌的名字的時候 的英文翻譯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請問專輯的英文名字是 Size the day 就是把握時光 把握時光 然後要好好珍惜時光的意思 對 在這個很冷的冬天 然後聽到MU一個很溫暖的歌聲 是個很棒的一個搭配 謝謝店長 那我們先試一分半的時間 要來讓MU介紹自己的專輯 好 那我們準備好了嗎 好緊張喔 預備囉 他真的在計時 真的有計時囉 認真的喔 預備唄 計時開始 嗨大家好我是MU朱琳 這是我第三張專輯叫做來日方常 裡面有八首很好聽的歌 然後這是一張對我來說很特別的專輯 因為去年 大概這一兩年啦就是經歷過 一個不太一樣的生活方式 所以呢也把這樣子很特別的心情 記錄在專輯裡面想要跟大家分享 然後也希望譬如說像2020啊 這麼特別 對大家每個人都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要記得打開喔 這張 什麼 要記得打開喔 這張專輯就是 這張專輯就是說呢 都是綠色 對都是綠色 我講到哪裡了 然後就是說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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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輯 對你可以看一下裡面 很棒 我想一下我要講什麼 這張專輯就是喔 有有很多不同的歌曲 很多不同的製作人 是 欸這次的製作人很特別的都是 找到女生來幫忙製作 像是小林老師啊 然後李欣源老師啊等等的 我手忙腳亂 對還有那個蕭赫索 還有還有一個沒有講到 馬鈺芬老師 馬鈺芬老師 然後還有呢 我自己的詞曲創作也在裡面 然後你看這個照片 不要讓大家看完 讓大家去買 喔真的喔 他們應該不可能到截圖這麼誇張吧 還是要買才會好看喔 對 真的 而且裡面這手寫字是我自己寫的 哪一個哪一個 裡面這些鉛筆手寫 全部都是你自己寫的 還有數字 喔好漂亮喔 可可 覺得很有手作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這張非常有質感 很有溫度的專輯 而且其實像 唉唷 時間到了 妳還有什麼話想說嗎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方法讓妳說喔 好不好 什麼方法 3 2 1 這樣讓妳還有氣氛的說 這是斷電的概念 那個 那我的專輯啊 來日方廠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然後那個 如果你 那個 想要收藏 專輯的朋友 喜歡收藏CD的朋友 這張很值得買 因為我覺得裡面的照片實在是太漂亮 然後那個 如果你不想要買專輯沒關係 你就在那個數位平台上面聽啦 然後還有 2月21號 2月21號 我在華山有 這是它會很像鬼嗎 還好吧 還好吧 滿文美的吧 就是 妳會再介紹妳的專輯嗎 蛤 如果妳再介紹我就 又會 它又會再關燈一次 喔 不要講它專輯 就可以有燈 就沒事 這是好奇怪的概念喔 轉活動 轉活動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整個緊張起來 2月21號 在 在華山 的那個 那個 門口 大馬路旁邊 入口處馬路邊 就可以看到我們是開放的 不用說門票的 音樂分享會 2月21號下午2點21分 那都會唱新歌嗎 對會唱新歌 那舅哥 會唱嗎 不好說 好 來了就知道 你猜猜看 我覺得 不知道 我們要 我要讓大家去現場聽 好 歡迎歡迎歡迎 好的 那今天我們謝謝很可愛的Miu Julie 進來介紹自己的專輯 其實我覺得這張專輯啊 我講沒關係 不會被關燈 真的嗎 好那麻煩你了 這張專輯 你需要水嗎 哎呀哎呀哎呀 我有這個 我有這個 餅乾我帶 好好 這這這這 希望你那個 希望拿出來我幫你塗 哎呀沒有沒有 哇有這麼好的服務 你先說你先說 你說這專輯怎麼 因為我覺得Miu是像是一個 很大辣辣的人 然後笑聲很很 很大聲然後很可愛 但是這張專輯 哎呀 謝謝你 那其實這張專輯呢 我覺得它非常的細膩 而且很多情感在裡面很豐沛 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蠻喜歡荒靈 荒靈光靈 講的都講不好 歡迎光靈 這首歌曲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很浪漫 對不對 你有去便利商店打過工嗎 欸我小時候家裡就是 開便利商店的欸 很酷吧 是不是 進入你的人生 對然後所以我對於就是這樣專輯 就是這首歌的時候 特別有感覺 就覺得哇好浪漫喔 是一個很值得推薦的歌曲 謝謝 我也喜歡 我也喜歡 而且其他的歌曲呢 還非常的棒 也還有Miu自己做詞的 做詞做曲的歌曲 對當我想念你 對在寫關於媽媽的歌 對思念一個人的心情 對但其實大家呢 可以多多聽多多買 請大家支持Miu的最新專輯 來日方常 謝謝 好那我們今天唱片行就到這邊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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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